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爱科普 黄瓜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烹饪食材 炒菜,煲汤,甚至煲馅或凉拌口味都非常不错 可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种疑问 黄瓜看起来绿油油的 为什么不叫绿瓜或是青瓜呢 而且它浑身是刺,叫刺瓜也行啊 为什么偏偏是黄瓜这种不贴切的名字呢 其实黄瓜原来叫胡瓜 关于他的来历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东晋十六国后找开国皇帝石乐本是入签的歇族人 他在乡国当机做皇帝后 对自己国家的人称呼歇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 于是石乐制定了一条法令 无论说话写文章 一律严禁出现胡子 围着问战不赦 某一天石乐在善于亭召见地方官员 当他看到乡国郡守樊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时 很不满意 他劈头就问 凡坦一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 凡坦慌乱之中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随口回答道 这都怪胡人没道义 把衣物都抢掠去了 害得我只好拦绿来朝 他刚说完就意识到了自己犯了劲 急忙叩头请罪 石乐见他知罪也就不再指责 等到召见后 例行遇刺无善时 石乐又指着一盘胡瓜问凡坦 亲知此物何名 凡坦看出这是石乐故意在拷问他 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紫岸佳肴 银杯绿茶 金尊甘露 玉盘黄瓜 石乐听后满意地笑了 自此以后 胡瓜就被称作黄瓜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以上视频内容来与网络 由小爱整理剪辑 想要了解更多有趣的小知识 别忘了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